香港最近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群组 叫香港店铺倒结业消息关注组 简称 倒倒关注组 而最搞笑的是这个倒倒关注组 最近也宣布要倒倒了 这个关注组真的有很多网民关注 不少网民加入社团后 将贴各区店铺最新倒倒消息 但最近确实充斥着很多港人不想消费的新闻 香港人盛赞 内地价钱低 服务好 连食条香腸都说香点 这个不是赤串的问题吗 是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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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而倒倒关注组里面也谈到 港人北上 但是南下又不多 人数就变得不平衡了 生意淡薄 唯有倒倒 而其实从香港老板的话语里面 都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唏嘘 今早上去炸楼喝茶 很静 香港已经这么静了 你还不帮一下 死死可以了 有人来算偷笑 不要说错了 我认了五条老虎三条仓鱼 昨天的生意慢慢不敢买那么多 不希望卖得小 站在那儿看着门口 让人家进来 每晚都是这样的 非人才无奈 如果我十几个伙计 做到手都没停 我就开心了 我自己做到手都没停 有什么开心 香港还有没有机会热闹呢 我又想起之前 很多国主 无论他本身说粤语 还是本身说普通话 都以測评为名 用普通话就跑去香港 测试一下他们的整体服务态度 甚至乎你有种想测试 说普通话会不会被歧视 老实说我个人对这种行为 或者是说对拍这种视频 是极其反感的 首先他们测试的地点 都很喜欢去选择茶餐厅 本来香港的茶餐厅 和内地茶餐厅的性质 不多一样 我们的茶餐厅 是含有给别人有空无事做过 去拗烂脚的这个功能 甚至有些是将它当成共享会议室 或者是共享办公室 而香港茶餐厅 就正如我们内地的粥品饭店 又或者是快餐店 老板是讲求的是翻桌率 吃饭的人就讲求的是什么呢 快靓正 双方都有一种多年形成的默契 那你还需要什么服务态度呢 对了 整个龙肝猪脚法 难道真的逐个咨询 你啊先生 你要我厚痴还是薄痴 其次大湾区的普通老百姓 在交流的时候 不时都会有月韵风华的特性 尤其是上一年纪的 影视作品里面有 林雪本色出现 谁说香港人 是郭英文 现实生活当中 也都有六九精衣芝麻糊 问候你妈妈 吃啦 饮饮得够的 他们这样说话 可能是一种习惯 也都可能是一种情绪的宣示 但是大多数时候 都是没有特定对象的 更加不是对你其事 我不知道这些博主 特意选择这些 不多大会提供 有什么服务态度的地方 去拍是什么原因 也都可能是因为流量 但如果流量越高 是不是对这间店的生意 或者说这个地方的整体形象 就会有越多的负面影响 而不知你们有没有想过 那个手拿着纸仔 因为你没想好吃什么 而掉头走开的 那个阿姨背后 也是有整个的家庭 阿姨其实呢 他20年都是这样的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坐在哪里 一个AM一个FM 大家都不适合channel 香港这几年间的经历 中环留地 再到口罩 终于等到放开了 谁知又迎来了 你们那些拍得很精彩婚情的视频 再夹杂不上消费 我应该怎样形容现在的香港呢 香港是有帮小孩 不多生情 但是很多人是无辜的 我们真的不能够一触干 一扮低成全人 对了 他未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周济界堂来说 这个我们 东方之珠 狮子山清晨 华人之光 但是当他遇难关的时候 我们就长倒众人推 破股万人类 那些不是自己人来的吗 你可能认为你的言论 只不过是压倒落陀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其实压倒落陀的 是每一根稻草 说不通是没建议的 这些 超哥在搞的啦 这边轮到我说话的 你在超哥的眼神当中 你不看到吗 你们那些小孩 少说几句当帮忙好吗 这首歌 送给我回香港 不管事情有多困难 环境有多乱 你仍然在我家 之前是 现在是 将来都是 点个赞来问一下啦